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Coco.com 时间是7点33分 16秒Coco.com 我们今天呢 来了一个贵宾 他是一个贵宾 应该是一位贵宾才对吧 Buzz Orange的创办人 戴继全先生 寇姐早 寇姐早 各位听众朋友 观众听众朋友 大家早 好表现 因为你说是网络主 还算了 Buzz Orange的总经理 沈贝宜跟总编辑张玉宁 非常谢谢他们两位 帮我们在节目当中 做一些.com 也就是网络科技方面的议题的讨论 这单元我很多朋友都说 好好听 这是寇姐的功劳 不会 是张玉宁跟沈贝宜的功劳 我自己也觉得很好听 然后有天还跟一些朋友说 我要去学那个电脑城市语言 他们还讥笑我 不会啊 什么时候开始 成立一个小小补习班 什么时候开始都可以 对 已经那个去找老师了 这就是Buzz Orange给大家的启发 那这个今天呢 季权特别来代班 最重要的缘故是因为张玉宁生病了 否则我们的创办人是不出山的 很少 谢谢季权 今天我们讨论什么题目 聊亚洲戏骨好了 对 我一定要祝福玉宁早日康复 因为他感冒很满 他在康复中 他只是 如果今天来的话 那声音会很难听 哎呦真是 他感冒好严重 昨天10点11点才跟我讲 有啊有啊 后来我看到了这个 他跟我说的 他自己先安排了 拜托你来代班 他想聊Computex嘛 对啊对啊 但我还没去 所以我就说Computex 我现在没办法聊 好 所以下礼拜我们再谈 可以啊 你可以跟他聊 Computex 对他有些观察 Computex就是 因为蔡英文去了嘛 然后那个小机器人 还跟他讲话 你说ASUS的那个小机器人 对啊 Pepper还跟他讲话 他就笑得好高兴 不过每一年Computex 都是一个大事 动头戏 对 好 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 季权要跟我们分析这个 亚洲戏骨哦 到底 这个是政见嘛 对不对 对对 政策 到底是玩真的还玩假的 我认为是玩真的 好 怎么可以玩真的吧 玩真的但是要再 再真的玩下去 好 怎么可以玩下去吧 他这个 其实 其实 最早大概是 看一下什么时候啊 嗯 其实在2015年 年初 嗯 就是差不多 哦那时候我还没去悠悠卡哦 嗯哼哼 那时候我就 那个张景森 张老师就找我去政策小组 嗯哼哼 所以这个 这些系列政策 那个参与 就是参与讨论 或是提供一些意见 都是持续在进行嘛 嗯哼哼哼 那亚洲戏骨 其实这个题目 也一直都有在讨论 嗯 对那后来 其实现在端出来 我觉得那个 方向是正确的 嗯 就是创新就业跟分配嘛 嗯哼哼哼 比较内部的一些设定 嗯 我是 我是觉得可以 趁着机会来 来让大家讨论 或是可以思考一下 嗯哼 就是亚洲 亚洲戏骨 像我们 我们要先 问一下 我们到底每个人心中的戏骨 是什么意思 对啊 其实大家在讲亚洲戏骨 或是说 啊我们希望台湾成为戏骨 嗯 或者说 呃台湾或台北 或桃园 嗯 呃成为亚洲的戏骨 嗯 那个戏骨的意思 其实 其实 呃 在中关村 或是在 加州的戏骨 他们发展的重点 已经 有点不太一样 嗯哼 阶段也不一定都 相同 嗯哼 那个开始发展时间 不一定一样 嗯 但他们都有一些 很 很一致性的特征 对 至少有两个要件 是一定要有的 嗯哼 就是资金跟人才的聚集 对啊 那也是因为这个特征 所以当资金跟人才 聚集的时候 创新就容易发生 嗯哼 创新才可以跟这个 商业社会 不管是技术面的 嗯 还是社会面的创新 嗯哼 都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 发展出来吧 嗯哼 所以其实 这个所谓的戏骨 这个概念 其实它其实指的 应该是说 某一个生态系 某一个区域 嗯哼 它是适合创新的 嗯哼 但是怎么样适合创新呢 就是它的 呃 法规或条件 嗯 或者一些文化 嗯 或习惯 它是 能够让人才 跟资金 嗯 恰当的在这边聚集 对 如果在这个脉络下 看起来 其实太早去设定在桃源 不一定是恰当的 嗯哼哼 或者是说 我反过来讲 嗯 这个 也是因为这个特征 所以其实 我们现在讲 以做一个概念的细故 嗯 它 比较可能是由内而外 嗯 由下而上的 嗯哼哼 由小而大的 嗯哼哼 所以其实 其实像 呃 新政府上来之前 其实像 像管中美管老师 之前的国发会 在在马政府的时候 嗯 也有提过一些 呃 自由经济示范区啦 对 嗯 其实 其实我去思考 这中间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嗯 像 像这次亚洲戏谷 这个 林权院长在提出亚洲戏谷的时候 他特别应该是在 上一个周六 嗯 还是周日有去 亚洲戏谷的预定地嘛 对一个说明 对不对 对 30号啦 嗯 对30号 那就是礼拜六 对 他到一个亚洲戏谷的预定地 嗯 我看到这个时候 我心里面其实是有一点点怕怕的 就是所谓 Silicon Valley 不是有一个地的问题 他不会有预定地 对 他应该是有法规 人才 资金 对 然后 慢慢慢慢汇集在 一个聚落当中的 然后形成 对对对 他是自然形成 所以说要去建立一个 不是对 所以你会 你会看说 呃 比如说像加州 呃 他那个戏 其实连戏谷都有两个区域 哦 一个区域是在那个 大学那边的 嗯 大学街 对 对 然后另外一个区域是在旧金山市区 嗯 他们中间的车程是 40分钟到一个小时 嗯 所以连戏谷都有两个重点区域 对 嗯 那更不用说 过去十年像纽约他也 纽约甚至西雅图 嗯 他们也都希望能够跟上或是超越 嗯 这个戏谷的 不能说超越戏谷 应该说找出有别于加州那个戏谷 嗯 嗯 的创新的区隔嘛 嗯 但同样的特征还是让让人才跟资金聚集啊 对对 所以他就变成说不同的创新区域或是有企图想要往这个创新创业 嗯 发展的城市或区域 对 他们会彼此竞争的 嗯 所以他那个没有办法是top down 对 有一个预定地 嗯 然后叫厂商进驻 然后再招商引资 这就不叫西谷啦 对他就不是 就是至少我到目前为止 所以叫科学园区 对他是园区概念 对对对对对 所以 所以其实 其实像 我一些网络圈的朋友 嗯 他在看到这个亚洲西谷的政策的时候 他们也会提出一些疑问 嗯 或者 譬如说像 呃假设是桃园的话 呃 桃园其实不止桃园啦 其实每个城市都会有一些比较闲置的空间 嗯 如果这些闲置的空间都没有办法 这就是比较简单的事情 因为他大概都地方政府层级的 嗯 都没有办法让年轻人很容易的可以去这些空间 嗯 不管是软体的硬体的 甚至教育的 嗯 其实现在还有一些很多自学教育在发展 嗯 都可以透过这个空间在里面产生火花 对 做出一些 呃小小的成果 嗯 然后第二阶段才是资金的 嗯 成熟的引进嘛 嗯 分阶段 然后专业的引进嘛 嗯 我觉得所以我才会说这个是由下而上的嘛 嗯 由内而外的嘛 对 嗯 嗯 那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啊 嗯 发展的重心 那这些产业其实是软体跟硬体 都在一起的 对对对 那其实做亚洲系骨就是 你先做一个点嘛 然后第二个点就来了嘛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觉得最需要的是什么 是修法吗 我自己认为最需要的是修法 那现在优先法案里面 有跟亚洲系骨有关的法案的送绑吗 我目前没有看到 对啊 它有几个层次嘛 包括但不限于 比如说税法 像我们中华民国 就中华民国台湾 现在比较喜欢点在一起 中华民国台湾 我们百分之七 政府的税收里面百分之七十 是劳动所得在提供的 所以就是说 其实这个社会大部分 应该说这个国家运转 公共建设啊什么 目前大概百分之七十是有 就是你每年的这个劳动收入 来缴税 我们才刚缴完嘛 大概五穷六绝 才刚缴完百分之七十耶 所以只有百分之三十是资产阶级 就是资本相关的 就是那你既然是创新 就是新的东西嘛 所以你其实应该是鼓励这些在劳动的 不管是知识密集的也好 还是劳力密集的也好 能够更有这个诱营去创造新的经济形态 或者新的事业嘛 这个在税的部分也还没看到具体的措施嘛 那其他的一些比较周边的 嗯 比如说 大学法 嗯 其实 其实大学是 这一波创新里面很重要的角色 嗯 像美国的大学是可以投资的 嗯 我不是说台湾一定要这样做 大学可以去投资事业啊 或者说做研发 然后把他的技术转移出去吗 或者是 或者是他可以 有一些机制可以去协助新创的团队或事业 从学校 从学校或学生变成事业体 嗯 他这个机制是有的 嗯 不是 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计转哦 不是这种东西哦 计转讲的其实是一个智慧财产的转移哦 嗯 他现在讲的其实是 是团队 团队跟那个都没有变 他只是说机制上 嗯 会做调整 嗯 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好像感觉到 你们这个科技创新业的人才 哦 跟这个政府要规划亚洲戏股 有一个落差 政府的人士是认为 我开一块地给你们 盖个楼给你们 或说让你们可以盖楼 就叫做亚洲戏股 那你们的业者不是这个意思 完全不像 你看哦 Facebook在台湾的流量冲到第二名的时候 嗯 他在台湾连办公室都没有耶 嗯 Uber 你知道Uber的办公室 不用超过100坪耶 嗯 在因为Uber办公室 就跟我以前创办的企业在同一栋嘛 嗯 在法师大楼那边 嗯 在四楼 还是六楼 我不记得 嗯 嗯 他不用很大的园区啊 嗯 那是不用在 在这个 或者说他 他的那个戏股是一个 大致上的区域 你去 你去问任何一个人 说戏股的边界在哪里 没有人讲出来 对 嗯 换句话讲 就是说 就是说同样的 产业 他在一个聚落里面 他是自动自发去的 因为你的 人才 这个 呃 充足 然后法令松绑 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 市场需求 供需都在 所以我就 跑到那里去了吗 所以 所以这个事情变成说 我在讲更具体 嗯 台湾 台湾的资金 台湾不是没有资金 对啊 台湾是投资的资金不足 对 投资因为他到别的地方去啊 他到海外去啊 如果台湾本地的资金 都不投台湾的新创业者 嗯 引外资有什么 这个问题 滚中米时代就已经开始 对 解决啊 对不对 现在还没解决吗 哦 就其实 为什么说由内而外 我们根本先不用想外资 因为你怕外资 又讲什么国际资金 怎样怎样 中资移率什么什么 嗯 光台资就很够了 对 对 这创新创业 这个 这个产业 不管是物联网 当然机器人 我们看到这个ASUS 在做机器人嘛 对不对 那这个是台湾本土啊 那这个鸿海跟啊 这个Softbank 也有合作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呃 大家可能是不是被 科学园区的概念 给 给一直这个 这个 压制住了 成功的惯性了 是不是 就是一直一直觉得 要先有一个园区 然后才会有一个成功的 呃 这个产业 那科学园区好像变成示范 其实是 现在的时代是不一样了 嗯 就是发展模式不一样 那那是不是投资者 也没改变概念呢 有钱的人 他们都是四五年级生啊 他们可能都还没有 改变 我倒觉得这个还好 投资者 投资者其实概念很简单 他就是要赚钱 我们听一段广告回来 亚洲矽谷 当然他可以锁定是桃园啊 啊 但是桃园本身 现在我们怎么去判断桃园 桃园其实是发展性很强的一个地方 对 没错 对不对 他各种的工厂都有啊 嗯 从传统产业到这个新型产业 对 可是他这个到底要怎么样啊 这个成为一个所谓的矽谷的发动机 这个大概还比较重要 目标就是要让人才跟资金都往那边冲 对 那那边就要有 根本不用等园区或是那边就要有好的住宅环境啊 对 没错 交通要方便啊 交通住宅舒服这样 那为什么这个Silicon Valley会成立 因为那个地方方便呢 哦 那个 其实 人才细旧还有学校 其实软体跟网络 如果仔细细旧的话 嗯 软体或网络在地域上是不需要有 对 它没有需要啦 所以反而是文化上 对 它基本 它有那个气质 而且要能够把失败视为成功的一种模式 哦 这个好可怕 嗯 这个 把失败视为成功 这个是创业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 因为创新创业现在大概一百个创业 有多少个成功就算成功了 哦 对啊 我觉得这不需要提一下 当然这事情可能已经大部分过了 我们不 我们不应该把解盲失败当失败 我这有点敏感 你要进广告 哈哈哈哈 不敢再讨论 哈哈哈哈 挂杀回来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好 如果把桃团这个基地 那时候你好像也跟我们一起讨论过吧 还是运营 就是说你一个所谓silicon valley的这个概念 锁定一个地方 恐怕是比较不是那么的这个完整的一个做法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目标地发动地啊 但是要成立亚洲戏骨 现在要做的事情 你们网络科技界的人士早就说过了 有哪几件事要先修法 引进人才 应该说不能说引进人才 这个词也不会 那就把人才给抓出来嘛 叫他们来这里啊 对你要是 activate 就是那个大陆用语叫激活 你要把人才激活 所以先由内而外 如果连台湾岛内的人才都不活药的话 就把岛内我们台湾国内的人才把他们都集中起来 对啊 那你看 然后一起为资金所用 对 这个资金会 资金聚集之后 有新创企业 他会创造新的工作机会 然后因为所需要的职缺跟人才 都不会是市场上已经有的 如果已经有就不叫创新了 也就是会没有 所以企业会因为这些创投或资金 他会投资或是给比较高的薪水 给这些年轻的还有可塑性的 去创造或累积新的经验或专业嘛 那政府就给一些奖励措施 然后法律松绑 然后把那个你要引进的这个地方的 你讲的这个人文生活环境 把它提升交通环境 这个然后把它这个优化 相对再软性一点的 对啊 那再更软的 甚至还有创新文化的推动跟鼓励 对啊 但是创新文化对于投资者来讲 对于资金提供者来讲 他很难接受啊 你会跟他讲说 你投资这个100亿 那很可能他的失败率是很高的 但是如果其中有一个赢了 你就可以赚1000亿 你叫他怎么去说服他们呢 他一定会 投资者一定会算的 对啊 他会算说 你如果你如果100个里面 只有10个会成功 对 那你每一个成功的投资报酬率 是不是就是要1000% 对啊 对啊 投资报酬率 对 这个投资者比谁都算得紧 所以台湾现在把这个投资创新 搞得像慈善事业 跟国家那个民族的大业 这是错的 刚还是以利益为依规啦 投资者他就 他的面貌就是贪婪 他就应该要贪婪嘛 他应该要 他在国外的这些投资者 他在看新创团队跟新创事业的时候 那个态度像在 这样会不会有性别问题 像在追女生 嗯 对啊 那台湾的新创事业的投资者 到底是属于哪一些人呢 但是现在台湾的新创事业 投资者在投资的态度 好像在做公益 有没有很奇怪 对啊 有没有说 我们应该要来扶植年轻人 年轻人为什么会变弱势啊 奇怪 我们要来扶植创新 创新怎么要扶植啊 然后用补助 我觉得这个事情都是 目标正确 但态度是错的 所以态度错的方法就错了 我觉得各个产业 都要扶植年轻人啊 我一天都好像访问那种 开小餐厅的小朋友 人家也要很认真啊 年轻人不用扶植 年轻人给他舞台就好 他会自己找出 找出路啦 给他舞台跟机会就好了 不用扶他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亚洲矽谷计划 到底 下一步应该是怎么做 其实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全台性的 法规不可能只适合 只适用一个地方政府 一个区域嘛 所以应该是在法规面 让所有的台湾内部的区域或地方 能够有机会竞争变成台湾 他一定要先是台湾矽谷 才有可能是亚洲矽谷 对啦 就是各地方政府都可以 这个从政府的诱因当中去吸引人 然后说不定台中也可以自己搞成矽谷 高雄也可以搞成矽谷啊 台湾就这么一点大 其实蔡总统他在提那个五个区域 比如说高雄 国防造反 对对对 台中什么精工跟智慧什么 对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轮廓上 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已经对了啦 就是要政府政策诱因 然后地方政府去把它这个做好就好了 竞争出来 谢谢